HELLO,大家好,我是Joe,歡迎來到時光J,TIME TODAY 今天想說什麼呢? 因為今早就收到這個新的MacBook Pro 就是M1,M1的智能 所以想說一下這件產品 跟普通開箱有一點點分別 因為這裏是TIME TODAY 就不會只是說一下功能、features 但By the way,知不知道FUNCTION和FEATURES有什麼分別呢? 我也曾經這樣問過學生 FUNCTION和FEATURES 我們銷售或者做Promotion、Marketing的時候 我們是否只是說產品的時候 只是說FUNCTION和FEATURES的呢? FUNCTION和FEATURES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說到這件事的時候 今天也想說一下Apple和Microsoft這兩家公司 TIME TODAY 講不同時期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裏面 二、三十年 真的幾十年 Apple和Microsoft影響得我們很厲害 所以藉著一件新產品 不如說一下這兩家公司 回到FUNCTION和FEATURES FUNCTION和FEATURES有什麼分別呢? 很多人都混亂 其實如果說現時 一般PC和Mac 在FUNCTION上 真的不是很大分別 就像去解釋FUNCTION和FEATURES 我通常會用相機 一部相機 無論你是哪個牌子都好 A牌子、B牌子 其實一部相機的FUNCTION是什麼? 就是可以拍到相機 拍到相機就是它的FUNCTION 就是它的FUNCTION 現在很多時候有拍片的功能 但是你說 是否A公司的相機和B公司的相機 都有同樣的FITURES呢? 譬如說他們都拍到相機 但拍照的像素、速度 這些我們就不只是說功能 而是功能的拍照 但是在這個功能裡面 哪一個FITURES強勁一些呢? FITURES就是裡面拍到相機 但是一個是連拍可以去到十張 一個就是幾多萬像素 所以FUNCTION和FEATURES 確是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說PC和Mac 最大的分別不是它的功能 功能其實是一部電腦 上到網上有很多不同的軟件 對吧? 你說它的系統 各自有各自的系統 但是也是有一個系統 對吧? 所以通常比較的時候 就去到比較是FITURES 這個FITURES優勝一些 還是這個FITURES優勝一些 這部開機開多快呢? 這部會運作這個 這部的軟件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那今天就不是很想特別說FUNCTION和FEATURES 因為Products和PC和Mac 只是說這一點 其實是說不停的 因為你現在出這一代可以快些 跟著它又出這一代又快些 跟著大家互相在跑比較 但是反而想說 Mac和Apple和Microsoft的分別 為什麼要說這兩間公司的分別呢? 也會提到所謂的 company value 其實如果要看公司的分別 除了看它的產品 所有的定價 它對市場的目標 觀眾是什麼人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兩間公司是競爭對手的話 怎樣去分辨它們的不同呢? 最重要看的就是company value 所以如果上過我課的話 關於business或marketing課的人 我都一定會說company value 第一個問題 通常我會問 為何要搞一間公司出來呢? 你有沒有想過為何要搞一間公司出來呢? 十個學生有九個 或者九個半 都會回答你一件事 賺錢 賺錢 最重要的 是不是? 原來搞一間公司出來 就為了賺錢 那我就說 咦?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會不會很蠢啊? 為何會很蠢呢? 如果你做一間公司出來 你的目標是賺錢的話 是first priority的話 那為何你不做其他投資呢? 做投資的回報 你的風險 那方面 如果比較起做一間公司的話 公司是又慢 你又要租店鋪 又要請人 然後有很多工具 設置很多東西 然後你還未知道 你的行業是否真的賺錢呢? 你搞這麼多東西 都不知道是不是賺錢 你說你搞一間公司出來 主要目的是為賺錢? 那會不會很傻啊? 所以如果你說 搞一間公司為賺錢的話 那為何不做投資呢? 尤其是在香港 過去幾十年 你知道投資在地產 投資在股票市場 就算有風浪也好 它最終是升的 有沙市也好 有什麼問題也好 最後什麼事都升的 就算現在 面對這一年 疫情下 你想想 樓市和股市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影響呢? 所以如果你說 搞一間公司出來 是為了賺錢 好像說不通 是吧? 有些同學就會說 為了賺大錢 投資股票那些 賺不到大錢的 沒有那麼厲害的 好像蘋果那樣 全球最厲害的公司 市值最多 但不要忘記 我們在說 不是個別例子 我們在說 是整體的 有100間公司 有幾多間公司 真的在說 是上市 很大型的公司 是嗎? 另外100間公司 如果只有10間 甚至只有5間 其他90間 或者90幾間 都是為了賺大錢 所以其實 最重要的 搞一間公司 是什麼? 就是背後的理念 是嗎? 那個就是 公司的價值 好了 如果看 Microsoft 和Apple 他們公司的理念 有沒有不同呢? 如果你真的 去搜尋一下 他們的網頁 看看他們的 所謂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們看M&V Mission and Vision 看看他們的 Mission Statement 究竟是什麼? 你會發現 兩間公司出來的 Mission Statement 都很相似的 都是為了提供更好的 設備和服務 給不同的人 好像看不通 好像很瞞 那怎樣可以分辨到 這兩間公司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是其他公司 很多時候我會提到 就是 假設這間公司在 這個世界上 消失了 那你會覺得 有沒有可惜呢? 你會覺得 對你來說 有什麼感受呢? 如果有的話 就算 不是一些 很正面的感受 很負面的感受 其實 代表那間公司 正在影響你 如果它不存在 你很開心的話 其實原來這間公司 帶出來對你的影響 是一個負面的影響 但如果你說 它不存在 你就算不太光顧它 但它可能會影響你 不太方便 你覺得可惜 其實它都是一些 正面的價值 對於你來說 這個都是 透過 公司價值 我們可以 原來那間公司的價值 原來就是這樣 而 Apple和Microsoft 我們怎樣可以了解呢? 其中除了看Mission Statement Vision Statement 很多時候 我們就要看看 創辦人是誰 因為創辦人 為什麼要搞這間公司 他一定是有 剛才我所說的原因 是吧? 大家都很清楚 Microsoft 創辦人是 Bill Gay 而Apple的創辦人 就是Steve Jobs 有兩本書 在我描述 稍後都會說 這兩本 Inside Steve Spring 在腦裡想些什麼 還有這本 這本就是 他過生後 其實他過生前 已經讚寫了 這個可以說是 第一生 透過 Steve Jobs 找了一個寫手 跟著 說Water 跟著 說他生平裡面 一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當中有好幾個 我都很喜歡 尤其是說音樂 我一跳就跳了 去看音樂 其實是買了這本書 而裡面 也有關於他的相片 有些人問 阿Sir 為甚麼你要 坐在地上去說 其實是代表 自然一點 舒服一點 裡面也有照片 如果你看到 其實Steve 這間屋當然不會有這麼多 但他也很喜歡 坐在地上去看書 去思考 自然一點 自在一點 而這本呢 就是 Steve 還在世的時候 我已經有買來看的 裡面 我都看到很多 做了很多 簽證 那 透過這些 你會認識到 Steve 是甚麼人 而 Bill基 我不太熟悉 但是 透過他的產品 或者Microsoft 這間公司 你會知道他是哪一個 類型的人 亦都可以透過他的Documentary 在Levix 一會兒我都會 展示一下 Levix 的圖片 你可以看到 有 Bill基 的Docco 你會看到 Bill基 是一個 簡單說 如果比較 Steve 是一個很實際的 從自己出發的 我有甚麼能力 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想我自己 發揮到最好 這就是Bill基 但是如果 從Apple的產品 或者是 Steve Job 他的生平 或者他的故事 你會看到 他就很不同 他就是 我們叫做 User-Centered Design 的出發 不只是說 他自己 想著 事情是要怎樣 而是 那件事 到人 到用家 用家又覺得 這件事是怎樣 他會覺得 他要站在 一個用家的 立場去看 這個 我覺得是 兩者最大的 有些不同 當然 有些事情 可以了解到 Steve 多一些 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 很經典的 故事 就是 不是故事 其實是 發生了 不過我們通常 用Story 發生了一些 事情 讓他有趣 一些 經典的 經典 經典的事情 就是 他去找 PEPSI的CEO 那時是 PEPSI的CEO John Scowley 說 你過來 Apple幫忙 幫忙 因為 我們董事會 覺得 我 就不足夠 管理的經驗 你管理 白事管理得這麼好 不如你過來幫忙 特地 特地 去找 PEPSI的總部 找 John 當然 他 因為 那時 Apple還是很小的公司 不像PEPSI 那麼大的公司 也在賺大錢 但 最後 Steve John 說了一番 說話 John Scowley 也很清晰 記得 亦因為這句說話 打動了 John 過了去 Apple 那是甚麼呢 Steve Job 說 你不如想賣 Sugar Water 唐水 賣一輩子嗎 不如你過來 Apple 跟我一起 改變世界 改變世界 原來在他的心目中 要搞一間公司出來 是不是我們剛才說 要賺大錢 其實原來不是 他的心目中的想法 就是 要透過這間公司 去改變世界 所以 你們會留意 你說Microsoft 也改變了世界 但是他原本的出發點 是不是就是 為了改變世界 而去做Office 出來的呢 要去做Work Excel 甚至Window 原來 標記覺得 咦 我可以這樣發揮 我覺得這樣做 好 就試 就去吧 這樣做 所以 為何 作為一個用家 我自己 我都很好感受到 Apple 那件事 甚至乎 有些人罵 好像 iPhone 那樣 為何出了這麼多代 現在的鏡頭 仍然是1200萬像素 有很多已經是3000萬 4000萬 甚至乎更多像素 為何不給我更多像素 其實就是 因為 他最關心的 不單止你出來的 features 而是你 用戶的 experience 究竟是怎樣 他不是增強了在Pixel 而是增強了在 由一個 一個鏡頭 變成兩個鏡頭 兩個鏡頭 兩個鏡頭 是否更厲害 因為這樣可以把兩個影像 重疊 知道了 同一個環境下 一個立體的效果 會是怎樣 都是1200萬像素 但是因為 這樣他就可以 藉著那個 processor 做多些不同類別的 features 而不是只給了像素 而這件事 亦都是不會令到 因為多像素 然後 機器很慢 運作得很慢 你拍照的速度 或者 對焦的時候 又會慢了 他寧願是 保持著 像素低一點 但在其他領域去突破 這就是所謂的 User Centered Design 就是以用戶為中心 一個設計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好好考慮 而這件事 亦都給了其他公司 一個Benchmark 大家會跟隨 對 所以 兩間公司 各自有各自優勝的地方 但最想提到的 就是 好像剛才提到的 要了解公司 不只是了解 它的產品 它的功能 或者它的 功能 或者它的 features 中文是什麼 優點 可能是特色 Anyway Function and Features 不只是想它的功能 應該要考慮 它公司的理念 而它的理念 不是單單它門面 所說 而是認識一下 它過往的發展 它的歷史 或者它創辦人 究竟為什麼要創辦公司 也不要只想做生意 就是為錢 你的理念 如果是 配合到市場的發展 亦都可以配合到其他的因素 尤其是像Apple那樣 它最開始真是 你說它想不想賺大錢 是想的 但是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 改變世界 如果不是的話 Steve Jobs 都不會被人 在自己公司上 如果是為了賺錢 它一定是聽 董事會說 賣一些舊產品 照樣可以賺到錢 不是投資很多 是一件生產品 而令到公司 陷入一個經濟危機 即資金的危機 所以它最重要的是 剛才說 想有一個突破 想改變世界 現在不是香港 而是全世界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 有了iPhone 2007年一出來 其實音樂的工業 由iPod的影響 Smartphone這個市場 影響互聯網世界 其實是影響了很多的行業 對吧 所以記住 如果 公司的價值 真的會影響到其他人認同的話 你的公司的生意 就會繼續發揮 而科技也是這樣發展了 現在在十大公司裡 科技股 或者科技的公司 是佔最多的 希望這個短短的Talk 可以帶出到這個訊息 讓你去認識到Microsoft 和Apple的分別 而這部影片 亦是用了M1 即是這部相機 我已經拆開了 是用了這部相機 是用QuickTime去拍攝的 收音的麥克 亦都是用了Mapbook Pro 裡面的收音麥克 因為它說 這次的收音麥克 是Studio的層級 試一下 Studio 層級的收音麥克 是否真的很好 畫面我已經知道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 Webcam的質素 希望 這部相機 都可以當作為Demo 讓你聽到這部相機 可以做到的效能 其實其他效能 很多的YouTuber 或者其他頻道 都有說 最後順帶一提 有些人說 這部相機未必那麼成熟 M1的Chips 是Apple自己開發的 我自己就這樣想 如果你是 真的擔心的話 其實你就可能 在科技上 不可以叫自己 做一個Pioneer 因為所謂Pioneer 就是 敢於上市 敢於冒險 如果一間公司 為了 去發展一些 新的科技出來 而 你覺得它未成熟 而你覺得 不去Support的話 其實可能 是會影響了 那間公司的發展 而我覺得 在Steve Jobs 過世後 Apple 其實很多時候 都比較保守 如果 M1 Chips 真的說到 效能那麼高 其實 我覺得 完全是 值得支持 我也覺得 很驚訝 因為 我的資料 由我舊的MacBook Pro 過來 大概兩個小時 因為我有幾百GB 但最令我驚訝 就是 已經反映了 M1 這個功能 就是 整個過程 我摸一部機 是完全 跟室溫 常溫一樣 即是 它的耗電 和產生熱能 CPU M1 這個晶片 其實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 希望這個影片 和剛才的分享 可以幫到你 對這部 新的MacBook Pro 有些想法 OK See You Next Time 是